艾美将军气愤的要把喜羊羊和灰塔兰压扁 因为他们让他使用能力导致头发分叉了 艾美将军觉得自己有天生丽质的绒毛 不管这些花朵多绚烂 都无法沉托出自己全部的美丽 洗澡对于他来说事件大事 衣食感一定要足够 他在温泉里发现灰塔兰这个入行者 先是震惊一番 接着镜子连起来 你肯定是被我的美貌吸烟了 灰塔兰否认后他立刻针锋相对 不过他偶然发现灰塔兰在按摩方面有一手 于是便分他为欲显示威 短短几天灰塔兰就把他的弱点稳稳按捏 他谎称他的毛发分叉毛操 然后就用一千多种洗发水为他治毛发 整整泡了三天三夜 成功为喜羊羊争取逃跑时间 艾美将军打算周末巡游的时候 戴上用自己亮丽的毛发编成了鞭子 灰塔兰偷走鞭子想用来救喜羊羊 结果被发现了 他灵机一抖开始溜血拍马 将军您走到哪里 都像漆黑中的萤火虫 日夜中的一点红 大意就是艾美将军完美无缺 根本不需要鞭子作专时 艾美将军被红得哈哈大笑 灰塔兰因此成为他的心腹 为了帮喜羊羊偷其理所的钥匙 灰塔兰在艾美将军的卧室搜寻 结果发现柜子里全是艾美将军自恋的照片 同时还发现艾美将军的另一面 原来以前的艾美将军心地善良 特意为矿工们修建温泉 只希望他们劳作一天后 能好好放松变回漂亮的自己 不知从哪天开始 艾美将军突然变了一个人 不仅霸占温泉中心 还把车里最帅的男团抓起来 每天强迫他们每日每夜的挖款 只因为他嫉妒他们长得比他帅 灰塔兰用复制的钥匙 帮喜羊羊打开洗礼所后 两人联手对付艾美将军 本以为一定能打败他 没想到艾美将军身上居然有黑暗能量 他的力量大幅提升 近条性的边板头发边打架 因为使用能力 他的头发分叉了 这让他彻底怒了 在矿工的帮助下 喜羊羊和灰塔兰得以逃脱 一个矿工刻了一尊艾美将军的雕像 堪称奇臭无比 艾美将军气愤的将雕像击碎 后来他又看到自己的头发 被灰塔兰用来做绳子 还被喜羊羊的飓风刃切得粉碎 被受打击的他一下子疯狂起来 严实耸立铺成桥梁 他幽灵一般的追赶着他们 更多精彩内容可希望主页观看 记得给我点赞加关注哦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